我认识之前我想知道这个字叫啥 你先 阳晕 晕 晕则是 花生刀是开封特色小吃之一 正确 得分 刀削面是河南的传统美食 得分 皇帝故里位于 A 洛阳 B 安阳 C 新正 开始 还没说开始 谁投的多 谁或是 三二一开始 描中文 加油 好 加油 再来 再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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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位于河南省东部 黄河下游 是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 八朝古都 著名的包公祠 大象国寺 天波杨府 都坐落于此 同时 这里也是七名上河图的原创地 七名上河图就描绘了北宋时期 开封的自然风光和繁荣景象 本次智力快车就来到了开封 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校计大比拼的比赛场地 就选择了吉诗词 书画 悲客艺术之大城的文化园林 汉园碑林 一场充满文化氛围的对决 就要展开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智力快车 我是主持人陈怡 我们智力快车呢 本次来到了河南省开封市 在这里进行校计大比拼 一共有四所学校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首先是开封市顺河回族区 理事厅街小学的同学们 欢迎你们 开封市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同学 你们在哪里啊 一知不小 一知独笑 必出光彩 超越自我 还有呢 是我们开封市县街小学的同学们 爱天平常 大爱全城 县小学子 主胖高峰 县小加油 县小力胜 开封市比王台区 夏丽逊小学 弘扬下里逊精神 听早力 比智慧 夏丽逊小学最强 经过前两场的激烈比拼 最终呢 我们县街小学和夏丽逊小学 进入了我们今天的 冠亚军之赛 开封市县街小学 创建于1917年 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 在这里 爱是每位师生的必修课 学校秉持着我们在爱中成长 爱在我们中生长的办学理念 开展了一系列爱的教育 除此之外 学校还引进了国家级飞仪项目 盘古 作为特色校本课程 成立了盘古队 随着令旗的指挥 鼓锤上下翻飞 密集而又雄壮的鼓声 如万马奔腾 令人心神激荡 开封市宇王台区夏里逊小学的校名 来源于加拿大伟大的国际和平主义战士 夏里逊大夫 为了纪念并学习夏里逊精神 学校树立了夏里逊大夫雕像 并且专门建立了夏里逊烈士陈列馆 此外夏里逊小学还入选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足球队的同学们每天在老师的带领下 积极进行训练 他们练在其中 乐在其中 为了梦想而奋斗 究竟冠军的奖杯花落哪一家 就要看他们今天场上的精彩表现了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双方的队员 张佳希先来吧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夏里逊小学武器班的张佳希 我是一名资深的吃货 可是为什么呢 这要从我爸身上说起 自从我爸爱上做饭之后 只要他在家 晚上他都会给我们做大餐 什么杭椒牛柳啊 照烧鸡腿啊 糖醋排骨呀 真是好吃的不得了 我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可我肚子里面可不光是脂肪 知识也多得很 我今天一定要带领我的团队 取得冠军的桂冠 好 好 来 张晨曦呢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夏里逊小学武器班的张晨曦 我特别喜欢读书 像什么狼竹腾啊 哈利波特啦 伊斯坦布尔加七啊 等等等等 我都读过 最近我们正在读 《流星舞剑密红楼梦》 和《红楼梦诗词曲付箭赏》 我特别喜欢《红楼梦》里的诗词 就像那首在你那首在你待遇 两丸四醋飞醋 拢渊眉 一双四起飞喜寒情目 太生两叶之愁 娇息一身之壁 泪光点点 娇喘微微 闲静时如娇花照水 行动处似若柳浮风 心叫笔干多一翘 并如西子剩三分 这首词把人物描写得淋漓尽致 这就是我 一个爱读书的小女孩 谢谢大家 当成西子和张家心上是兄妹俩 来 李慕旭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夏立逊小学 五二班的李慕旭 唱歌 跳舞 游泳 体育 都是我的强项 今天无论输赢 我都要尽全力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赢得这场比赛 李慕旭 你最重要的一点辣了 你的人群最重要的是什么 包子 回去吃没吃包子 吃了 就今天早上吃了四个 那个这么大的一个包子 这么大的包子 吃四个 你准备要干什么 然后来比赛 你觉得四个包子 能换回一个冠军奖杯吗 可以 咱们看看 今天看看四个包子 四个这么大包子 能换回我们的冠军奖杯 好 来 汤淑轩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夏讯小学 五六班的汤淑轩 我是一个阳光幽默的男孩 在刻意时间里 我看电视时 只会看CTV9和CTV10这两个频道 我除了看电视 只会看书了 我喜欢看沈日希的东部小说 这次比赛 我知道我们面对的对手很强大 他们多才多艺 非常有实力 但是我们绝不会气馁 对不对 队员们 对 那我们认识完我们这边的同学 我们再来看看 县街小学同学 我值青春年 鸣不见惊传 张丁家风好 挥洒天地间 十二开封住 便凉清明园 大家好 我是来自开封市县街小学 611中队的张岳同学 我觉得对我的实力 对对方的实力也非常的强 但是今天就是我们的归来之日 队员们你们有没有信心 有 拉拉队的队员们 你们对我们有信心吗 有 都有仰天长相吧 有 好 来 描周文 嗨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古色古香的 八朝古都开封城 我来自百年名校 县街小学 是一个懂生活 享受生活的女孩 同时呢 在生活中 我还是比较擅长绘画 读书 朗诵 写作等等 所以说 称得上是多才多艺 好 郎顶玉 大家好 我叫郎顶玉 来自有着八朝古都美誉的开封室 我的爱好有许多 比如说书法 朗诵 国画 还有读书等 其实我最擅长的是朗诵 可以给大家朗诵一段 你要朗诵什么 枪尽酒 枪尽酒 好 来 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 奔流到海 不覆悔 君不见高藤明镜 悲百发 周如青丝 目成雪 人生得意 徐静欢 莫是金尊 空对月 天生我才 必有用 钱金散尽 还付来 藤阳载牛 窃为乐 慧须一饮 三百杯 陈夫子 丹秋生 香敬酒 北 抹停 与君 歌一曲 请君为我 清耳听 忠古转语 不足贵 但愿成罪 不愿醒 古来圣人 皆寂寞 唯有银者 刘其名 陈王七时 雁平乐 斗酒诗签 自欢血 主人何为 严少前 竟须孤取 怼君酌 五花马 千金球 获儿将出 缓梅酒 于耳同宵 万故愁 于耳同宵 万 鼓 超 特别好 来 杨云泽 大家好 我是来自 享有盛名的 开封市百年名校 县阶小学 六年级二班 来 掌声送给他们 我们下面呢 还要介绍两位小助手 来 有请他们 来 杨书涵和范思洋 大家好 我是来自 开封市 县阶小学 六零六中队的 杨书涵 在平时呢 我喜欢绘画 现在正在学习朗诵 同时 其实我也很享受 参加演讲比赛时 和同学们一起 分享 切磋 学习的那种氛围 范思洋 告诉我们 做小助手的感受 做小助手 我很荣幸 因为我能为 我的队友服务 我会为他们 加油鼓劲 也能在场下 看着他们 精彩的表演 所以我们把掌声 送给今天两位 小助手们 谢谢两个小助手 谢谢 好了 我们认识完 双方的队员 现在呢 我们要马上进入 紧张激烈的比赛 同样 我们在比赛之前呢 先来玩一个游戏 让大家轻松一下 那就是 争夺答题权游戏 今天我们玩一个 古代的游戏 唐代 称作为 木舍 也叫十五部球戏 大家都见过 这个保龄球吧 就是现在 我们玩的这个保龄球 跟当时的这个游戏呢 是差不多 来 小助手 上道具 好了 现在呢 大家看到 我们有这个木柱 还有一个木球 两队各派一名队员上来 我们打到几个木柱 可以去 帮我上我呢 大伙呢 两个人 两次机会 交替进行 最后谁倒的木桩 数量多 谁就获胜 你们俩谁先开始 新手吗 新手吗 新手 新手 你们猜吧 好不好 这个叫什么 赶紧 赶紧 来 谁出谁来 赢的来 输的来 好可爱的李莫逊 使劲啊 看准了 准 一定要准 还有假动作呢 又要几个疯了 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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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助手 加油 有这么少 几个 十个 太少了 来 几个 数一下几个 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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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多一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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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火车球之前 我想知道 这个字叫啥 等一下 你先 等一下 等会 别着急 你告诉他吧 你告诉他 他叫什么 杨云泽 杨云 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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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 别听他的这个了 你就晕了 快来吧 加油 加油啊 李莫逊 包子加油 加油 一个 两个 三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九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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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啦 那根算什么 那不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个 十九 行啦 行啦 不是还有一根吗 加油 那个不算 那鞋子 它没有倒 再来一局 加油 加油 别着急 别着急 加油 来 走 包子加油 好 好 几个 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 二十六个 好 二十六个 来吧 你不许咋啊 方便我给你 二十二一二二二二十二十二五二六二十二八 就二十二二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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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 二十八比二十六 但是李牧续表现得非常棒 我们把掌声送给李牧续 好 我们开始答题 来 我们员现街小学先来答题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央视少儿微信公众号 参与节目互动 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张月 请听题 河南省简称玉 对 得分 苗中文 金广铁路途经郑州 对 得分 王锦玉 河南登峰是夏朝的主要都城之一 对 得分 杨云泽 河南盛产水道 三 二 对 不得分 张月 唐朝诗人李商隐的出生地 在现今的河南交座 三 二 一 不得分 苗中文 花生高是开封特色小池之一 得分 王锦玉 地动仪的发明者出生地 位于现在的河南南阳 三 二 一 不得分 杨云泽 陈氏太极拳的创始人 生于河南温县 南哥吧 对 得分 张月 红旗渠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杰作 错 得分 苗中文 河南横跨海河 黄河淮河 长江四大水系 错 不得分 王锦玉 商朝的开国君主名为商汤 错 不得分 最后一道题 杨云泽 杨家将抗疗的故事发生在北宋 三 二 一 对不起 你超时了 扣分 来 加上六十分 看看啊 谁答错了 来 杨云泽 河南盛产什么 大家说 小麦 小麦 河南是以汉田为主 所以不是水稻 是小麦 第五题 张玉 唐朝诗人李商颖的出生地 就是现在的河南交座 第七 王锦玉 帝洞仪的发明者出生地 就是现在的河南南阳 那发明者是谁 张衡 张衡 对 第十题 苗卓文 河南横跨海河 黄河 淮河 长江 四大水系 是正确的 王锦玉 商朝的开国君主名为商汤 是正确的 杨云泽 杨家将抗聊的故事 就是发生在北宋 来 他们呢 是六十分 也不错了 是不是 我们还得看看对手的表现 来 把掌声送给他们 不错啊 夏里逊小学同学们 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了 张佳熙 黄河 刘津河南省 对 得分 张晨熙 欲据是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 得分 李沐熙 信阳毛尖又称玉毛风 对 得分 汤淑轩 刀削面是河南的传统美食 错 得分 张佳熙 河南的松山市五月之一 三 对 得分 张晨熙 洛阳曾是西州的都城 三 二 一 得分 李沐熙 河南籍运动员刘国梁是著名的羽毛球运动员 对 不得分 汤淑轩 开封也被称为盘古艺术之乡 三 对 好 得分 张佳熙 一圣张仲锦出生地位于今天的河南邓州 对 得分 张晨熙 河南地形主要以平原和盆地为主 不得分 李沐熙 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诞生于唐朝 三 得分 汤淑轩 最后一题 龙门石窟是我国四大石窟之一 对 得分 一百 来 来 答对几道题 十 十 来 加上一百分 好 我们来看看他们哪些题答错了 河南籍运动员刘国梁擅长 乒乓球 教练 他乒乓球教练 对呀 你是不是紧张了 来 第十题 张晨熙 河南地形主要是以平原和盆地为主是对的 一共是十二道题 他们答对了十道题 不错 来 掌声鼓励一下 打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央视少儿微信公众号 参与节目互动 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下一关 强强强 更激烈了 听我说开始之后才能按抢答器 答错或提前按了要扣十分 来 请听 提 以下属于法家代表人物的是 A 商鞅 B 孔子 C 老子 开始 A A是什么 商鞅 回答正确 来 讲一讲 商鞅就是我们河南的安阳人 在战国时期他有个商鞅变法 张家熙 你清楚吗 清楚 你给我们讲讲吧 那是商鞅到清国之后 然后开启的那个商鞅变法 变法之前 然后他在一个清国都城的南门立了一根木桩 然后说谁把他搬到北门就赏他五两黄金吧 然后最后还是没有人 然后他就说赏十两 然后最后还是没有人 然后他就说赏五十两 然后有一个人过来把这个木头搬到了北门 然后他就给了那个人五十两金子 然后那些那个清国的百姓都说那个商鞅他言而有限 然后都听他的 对 就是商鞅的故事 那么最著名的就是商鞅变法 变法之后呢 使秦国变得特别强大 下一题 开始 和谱汉木群 开始 有没有人抢 有没有人抢 也不敢冒险是吗 不敢 我就不要冒险 你们不答 我就把这个题给场下的同学们了 种 种不种 种 底下有没有同学知道 好 那边那个戴帽子的男生 姐姐我觉得应该是盲荡山汉木群 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就是我们中国汉原的叔叔阿姨们呢 给我们准备的精明奖品 一幅特别精美的字画 好 送给他吧 好 谢谢 盲荡山汉木群的是我们汉朝 梁国的刘武 及其家族的牧葬群 是在我们今天河南省永城市 下一题 皇帝故里是中华人文始祖 宣元皇帝的出生创业建都的地方 那么请问 皇帝故里位于A洛阳 B 安阳 C 新正 开始 还没说开始 一定等我说完开始之后 你再按 好吗 不要着急 重新开始 来 A 洛阳 B 安阳 C 新正 开始 来 这边 B 新正 是吧 好 回答正确 加时 来 下一题 上道具 这些字里面呢 包含了很多诗人的名字 我要需要你们找出唐宋八大家的名字 来 开始 来 谁来 乱加西 你先 对 摆出来 记住是唐宋八大家 等一下 等等 哦 这个 dudes 会出唐宋八大家 麻烦 és 就 我的 你是 我 才 这 有 有 将 做完了吗 做完了 好 他选择的是柳宗元欧阳修 回答正确 加时分 下一题 文姬归汉的故事发生在 A 宋朝 B 春秋时期 C 三国时期开始 C 三国时期 好 回答正确 加时分 能讲讲这个故事吗 知道吗 蔡文姬她是那个 蔡英文的女儿 然后她的父亲 好像是冒犯了董卓吧 然后被免关了 蔡文姬又被匈奴 匈奴左嫌王给授去了 然后最后曹操拿重金 赎回了蔡文姬 没错 而且蔡文姬她擅长什么 英律 是吧 她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子 后来曹操就是感念 她的父亲没有子嗣 所以把她花重金 从匈奴那里赎回来以后 然后让她整理了 父亲的很多的文字 那么为我们中国的文化传播 做出了贡献 好 不错啊 张佳希 来 我们下一题 以下属于战国四公子的是 A 姓林军 魏无忌 B 姓平军 连波 C 武安军 白起开始 A 谁 姓林军 谁 刚刚我知道是A 是A 魏无忌 记住啊 好 回答 正确 你们有没有觉得 他是这里的历史小王子 YES 张国人班子 张公子 来 给我们讲一讲 你知道这个战国四公子 分别是谁吗 春生军 黄歇 然后信林军 魏无忌 然后还有一个 孟长军 是谁 孟长军 还有一个 然后叫我吗 还有一个是平原军赵盛 那么其中魏无忌和黄歇呢 都是我们河南人 河南真的是人节地灵 出了很多的这个优秀的历史人物 好 来 下一题 请至少说出 四个与河南省相邻的省份 开始 与河南相邻的省份 至少说出四个 和他连着相邻的 来 上 山东 陕西 甘肃 山西 回答 错误 没有甘肃 有哪些 山东 安徽 湖北 陕西 山西 河北 好 下一题 请上道具 现在呢 场上有这些东西 我们这道题呢是 请问这些吃的当中 哪些不是长在树上的 开始 来 谁来 山药 好 告诉我 哪些不是 是花生 大蒜 还有山药 不是 对 试的是哪个 苹果和枣子 回答正确 下一题 在我的描述当中 随时抢答 不用等我说开始了 听好啊 他是唐朝人 他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他曾认汉林学士 长恨歌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白居易 最好 白居易 回答正确 好 白居易的诗 你们能背出来吗 淋漓圆上草 一岁一苏蓉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烧 远方清古道 秦顺皆荒成 又送王孙去 七七喊别情 好 不错啊 同学们也背得特别好 来 下一题 依然是在我的描述中抢答 手快一点啊 他是北宋明臣 很多的影视作品 以他为原型 他曾在开封任职 还不抢啊 都说到这儿了 那人家比你们快一点 没有办法啊 包拢 名字 包拢 回答正确 来 下时间 谁给我们讲讲 包拢的故事 好 来 张玥讲讲 好像是 就是因为现在 有很多的原型 有很多包括 现在玉剧 包括京剧原型 都是根据包拢 来就是 来做的那个原型 有一个戏 就是特别的有名 就是陈世美案 但陈世美案 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就是陈世美 因为他那一天去进京 去考试了 然后最后考上了 一个状元 然后皇上看上他 问他有没有欺取 然后想让他 当作本朝的驸马 但是陈世美 这时候已经欺取了 但是他想拥有 荣华富贵 就欺瞒了皇上 然后挺欺 另娶了公主 他原来的 原来的妻子情相连 就是一直在 一直在去寻找 他的丈夫 到了京城过以后 他发现 当朝驸马陈世美 就是他以前的丈夫 然后他就去上报朝廷 但是朝廷里面 没有人为他做主 就有人说 你去找包大人吧 然后他就去找了包大人 就是上诉了 那个陈世美 然后才有了 就是陈世美案 这一桩大案 但是其实 整个的历史上 是没有陈世美案 这个案子的 就是虚构的 但是包大人 确实是特别公正 而且是非常连结的 一位官员 好 张玥不错 来谢谢你 谢谢 给我们讲的这段 就是 下面呢 我们要进入第三关 悬悬悬悬 上一回 我们现阶小学呢 之前也是落后的 但是在最后一关的时候 他们反超了对方 今天他们能不能 再次上演逆袭 看看他们的表现啊 最后一关 四道题 每一题的分值是20分 大家可以选择 自己擅长的 我告诉你们范围 第一道题是动手题 第二道题是常识题 第三题是技巧题 第四题是动手题 对 两个动手题 好 来 第一题谁来做呀 我 来 王景玥对张家希 请上道具 这道题怎么玩呢 大家看到我们 道具桌上有什么 花生 还有秤 好 这个题目呢 就是在规定时间当中 你们来剥花生 然后我们来称重 谁的重 谁就获胜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但是你别吃下去 我最后比的是 谁的花生重 三 二 一 开始 来 剥起来 Thanks 小学生是 motivational 耶 很快 阿姐姐 加油 王晓晴 加油 加油 快点 快点 加油 王晓晴 加油 十个数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十五克 现阶小学十五克 八点八 经过我的称重呢 现阶小学是十五克 我们夏丽勋小学是八点八克 所以获胜的是我们现阶小学 给他们加上二十分 下一题 谁来做 常识 谁来 你不去 来 上道具 这个是一个玩具 谁在最短的时间当中 找到合适的电池 让这个玩具动起来 谁就获胜 来 三 二 一 开始 在哪装自己找 装什么电池自己判断 装电池 我懂 好 我们呢 是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 把这个玩具的电池装好 让它动起来 谁就获胜 装完在哪装 装完在哪装 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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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 这边先bike了一步 现阶小学再加二十分 好 来 下一题 谁来 下一题呢 技巧题 我们要玩一个投胡的游戏 每个人十之剑 谁投中的多 谁获胜 两个人同时投啊 来 上道具 来 十之剑 双方数一下 二 四 六 八 十 好 你的我检查一下 二 四 六 八 十 都是十根 对吧 没问题 好 来 两位站到这里来 谁投的多 谁获胜 来 三 二 一 开始 阿姨 开始 加油 开始ł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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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 七 八گ 加油 勇胜 加油 加油 重呀 加油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好 来 夏立军小学是两根 多一根获胜 来 加上二十分 最后那根太可惜了 用的力气太大了 来 下一题 最后一题 我们为荣誉而战 好不好 先接小学的同学们 好 下一题是动手题 来 还剩谁了 描住闻 来 上道具 好 最后一题呢 我们一起来玩一个 加红薯的游戏 规定时间当中 谁夹到自己 队伍当中的红薯多 谁就获胜 自己想办法用任何方式 如果说在夹的途中 红薯掉了 那个不计数 明白了吗 夹的时候也不能用手符 只能用你的竹竿 现在竹竿就是你的筷子 好 来 三 二 一 开始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央视少儿微信公众号 参与节目互动 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三 二 一 开始 来 给他们加油 加油 加油 像这样啊 不能用衣服顶着 不能用衣服顶着 好 来 再来一个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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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的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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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最后一个 好好好 来 最后我们现阶小学赢了 来 再来 加20分 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场上的双方队员 因为有你们的参与呢 我们才能看到 这么一场精彩的比拼 我们从现阶小学开始吧 说说我们的感受 我感觉应该 我们这 包括我们的队员 和我们拉的堆 现在心情就有点失落的 是 因为我们经历过了一次胜利 我们现在 不是很能接受的几失败 但是我想 一开始到现在中间的 包括 我们每个人去抢答题 包括每个人的必答题 都有尽到自己全部的努力 就算最后的结果 不如我们的意 但是我们全力以赴了 这个就是好的 对 来 张宇说的不错 尽力而为 我们尽力就好 是不是 一个人不可能 永远都在胜利 是不是 他总要尽力失败 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 勇敢地面对失败 不尽力风雨 怎么见彩虹 没有那些挫折 你怎么能够成长 我们下一次还来开封 然后希望你们能够拿到冠军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把这个亚军的奖状和奖杯 送给我们现阶小学同学们 他们是最棒的 是不是 好 来 杨云泽 王景玉 苗卓文 张玉 我们小助手也同样有一份 来 举起你们的奖杯 这是你们共同的荣誉 来 我们恭喜夏里逊小学 获得我们本场的冠军 来 张晨熙 李牧逊 康书轩 对 还有范思瑶 冠军奖杯 属于你们 好 再次感谢我们现场的老师同学们 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 智力快车 别忘了每周二晚上九点钟 收看我们的智力快车 陈姨姐姐在这里等着你们 好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